OK我们看一下 这个weight在这里 它是一个float 浮点的这样一个 一个类型 它是用来定义是什么呢 你所占的这块的内容的扩展空间是多少 所占的内容空间 你可以指定0 指定0的话它不会被拉伸 否则的话它会按照我们的一个比例 会按照我们的一个比例来进行 缩放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做个实验 我再给大家放一个这个 Edit Text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上的有三个元素对不对 我们先给它第一个元素 我们设上 Android Layout weight 它说如果你给它设成0 就表示 不拉伸 如果我给它设成1呢 这个我给它设成1 下面这个 我不设的话它也是0 不设的话我也是0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现在的效果 看到没有 我们第二个Edit Text 被充满了 对不对 它自动会拉伸给它充满 那好 你说这个1和2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来看一下 我改设成11 或者设成110 都可以 没什么区别 对不对 好我们再给它下面一个再设一下 我这设成1 我把它也设成一个1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它们对半充满 那么 这个属性也就说明了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组件 在针对它的副组件的这样一个拉伸属性 而它表示的是什么呢 是它的一个比重 它的一个比重 所以这个为什么要叫重量 我们就知道了 其实是比重啊 它用的单词不好 用的单词不好 那么 大家想象一下 它一半 它一半 是不是根据它们这两个数的这样一个百分比来的 也就是说它就是1除以2 这也是1除以2 都是50% 那如果我给它改成3呢 那它是不是就应该占到25% 它应该就占到75%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果然是这样的 那么 大家注意一点就是什么呢 如果 这里其他里面有其他的对象 不拉伸 所以它们占的这个平分的这块地界 是谁呀 是去掉了其他的组件的剩下的地界 这个要搞清楚就这样 那么好 用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还蛮有用的 为什么呢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我昨天还是什么时候问过你一个问题 对吧 好 我们把这个laner layout给它整成横向的 这是这个空间我们用warp content的 我再给它放一个text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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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不是 edit text 我也给它 转成这个warp content的 然后呢 你说 我现在希望达到这个效果 首先我们让它们有一点兼具嘛 对吧 让它们有点兼具容易啊 怎么做呢 我让它的左边 让它的左边 这是个待会儿要讲到的一个对象 算了 待会儿再讲吧 我现在希望它的效果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 是 是我们的名称 比方说 姓名 我希望它能把后面 填满 这样的效果 然后你就说 哎 上帝你不是已经填满了吗 但这样行不行啊 当然不行了 对不对 我们给它横屏看一下 哎 sorry 刚才好像它自己设了一个属性 哦 它用了个match pen 在下方的眼睛 它ЮF 它就像中的咸肠 它因为它背后 但它也会有点 它不是没有 它是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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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 我现在设定 它不老 它是不老 它是不老 填满倒是也行 用了个Match Parent 图片的话就不会自动填 对 而且Match Parent还有很有限 有的时候Match Parent 它会把这个全部都附入掉 对吧 在不同的这个Layout里面 所以我们就不用这种方式 我们这个时候真正的想给亚填满 因为我刚刚是到那个地方 这个是ADT这个工具 它有个小智能 像你拉到这个地方 它竟然都那个样 所以这小工具做得越来越好了 但一般情况下 我们想想一下 它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处理它呢 我们就知道了 给它加上一个Rate 随便设置一个大约0的就行了 是不是里头是没有啊 好 这个CAS就填满了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填满 好 这就是真的填满 所以大家以后啊 在做 在做界面的时候 尽量不要去指定死 不要去指定死 或者说 你在指定宽度的时候 至少要有一列 它是自动连绳的 这样子才能去适应我们不同的屏幕 这就是我们的weight了解一下 我们再来讲一下gravity gravity它本身有重力的意思 在这里意思是我们给它摆到哪个地方 但是这里注意一下 和下面还有个叫layoutgravity 说白了就是它的一个布局位置 它是在中间呢 在上面啊 在左边啊 在哪个地方 那么这两个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gravity它本身是设置这个对象 比方我现在要设置我们的这个 要设置它 它的一个gravity 它实际上是设置它的内部对象的 这样的一个摆放的位置 这个要搞清楚 layoutgravity是它相对于它的负的 这样的一个layout的位置 那么比方说我们要 这个时候我们要设置一下 设置一下谁呢 设置一下我们这个layout 我们先设一下看一下 我们设置一下layout的gravity 我们看一下有哪些没就可以了 我们选上面下面左边右边 还有这个是上下方位的中间 上下方位的中间 这个是填充上下方位 这个不管一般情况下不管用 这个是左右方位的中间 这个是上下左右同时的中间 这个是填充 这个不要信 这个应该是它为了后面扩展用的 反正我试过很多次不管用 就它自动填充的这个功能 好我们来试一下 比方说我把它这个设成下 bottle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看到没有 我们这两个对象是不是就都跑下面了 因为这两个对象是我们layout的子对象 那如果没有此对象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text idea text 我给大家设置一点直吧 hello sounding 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给它也设置成 让它下去下 我们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就跑下面来啊 如果我给它设成右呢 就跑右边来了 所以我们总结了一个原则 它有子对象的时候 是针对它的子对象 所有子对象起来 没有子对象的时候 是最针对它的这个内部的这些 内部的这些对象 针对它的这个内部内容 内部内容这一块起作用 这个是它的一个小原则 那么既然会了gravity 我们再看一下layout layoutgravity 我说了layoutgravity 它的参照物就是它的负了 参照物就是它负 那我们现在去设置linear layout 是不是没什么作用了 所以因为linear layout 我们就没有负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不设linear layout 我们直接在这里 看一下 我把这个linear layout 给它改成 对 linear layout是整个屏幕铺满的 我现在试试 我给它设成我们的这个微下 layout gravity gravity bottle 看一下效果 看到没有 它们就分开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负空间 linear layout 是整个屏幕全屏的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是不是可以任意设置它们的位置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再放一个 我再放一个 这个item textview上来 我再给它设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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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给它设置一下 三大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它就跑到中间来 跑到中间来 那么它的对齐 还是基本上跟上面对齐的 就是在垂直方向 给它跑到中间来 对不对 好 那么想象一下 通过这些方式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让它布局到任何的一个位置上 所以这样子还挺有意思的 对不对 那 我再想象一下 我再把它 或者 或者我更改一下 我把它放到下面来 我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大家平时要多做点实验 就这样一个效果 大家注意 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效果出现 是不是把这个极小了 因为我们这个linear layout是横向的 所以它们在横向方向是不可能去重叠的 这个你要有这种概念 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才给它改成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给它设置了一个right 为什么不管用 原因是这儿被挤住了 对不对 所以 它们在横向方面 这个linear layout是横向的 它在横向方面是不可以重叠的 这个要注意了 这个到时候你会说 Sandy 怎么不管用呢 好 我们再来试一下 它这个填充 看看能不能管用 让它在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填充 我们看一下 也不管用 反正这个属性 我用了很多次都不管用 按说 它如果在垂直方向填充 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吧 好 反正这个属性 我们倒是也可以不大用它 而且我们也有别的方式 来给它实现 这不还好处 OK 你看我们给它定义center 它也没有如我们所想的 到我们横竖的中间来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被挤住了 这是linal layout的一个核心 但是如果在上头 我们放的不是linal layout 我们后面去讲一下 我们 待会我们用frame layout 再试一下 OK 好 这个就是我们linal layout的gravity 和gravity属性 我们再讲一下margin和padding margin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有两个对象 这个除去itml的我肯定就很容易去理解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view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view 它们之间的这个间隔 我们就称为margin 这是我们的负view 它里面有一个子view 它们里面内部的一个间隔 我们就称为padding 称为一个padding 所以margin这个东西 由于它是在我们对象外部的 外部的东西 我们就称为布局 对不对 内部的东西 我们就不能称为外部的这种布局方式 就有点区别了 所以你会看到 在我们android里头 凡是外部的跟布局相关的属性 它都会在前面加个layout 这是它一个特性 凡是内部的跟布局相关的一些属性 它全都把layout给去掉了 这也是它一个特性 对不对 很容易去理解 这个要使用 也很好使用了 我现在 我让它给它设一个margin layoutmargin margin有 你可以指定它的左边上边右边和下边的margin 我比方我给它设定 当然你这些不要的话 就表示四面八方的 同时指定四面八方的 20个dp 我们看下效果 撑住了 这样我把它改一下 这个布局格式 我把这个也给它去掉 我们把其他的 因为它有的属性在你在使用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冲突 所以你有的时候会说 怎么跟我所想的不一致呢 那你就看一下你里面有不有一些冲突的属性 先看一下它原生的样子 OK 这是它原生的样子 我让它跟上面 给它设一个 给我们的idea text设计一个margin 给它设成20dp 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就间隔开来了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它们的边界 是不是就有 就有一个边界了 你看上面都是连着的 当然这个边界 其实我也完全可以 只需要让它去指定 上面就可以了 margin top就可以了 我再指大一点 叫margin top 还是叫top margin 大条写 好 我们给它设一个120dp 我们再看一下效果 这个就很明显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margin 什么叫padding呢 我们正好这里面有字 我们给它设一个padding 直接设padding属性 是不是表示它的上下左右 都会有一个内部间距 我们想象一下 那么当这个z 又不能被压小的时候 如果我们设内部间距比较大 这个空间是不是会被称大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padding 比方说给它设成30 我们看一下效果 看到没有 是不是就称大了 这儿是30 左边这块也是30 下面这块也是30 但右边就不是了 OK 这个就是他们常用的这些布局属性 我们一定要清楚 针对这些常用的布局属性 其实我后面还总结了一个表 这个大家回去可以去看一下 截了一下图 把它总结了一下 好 没事 我们先把这几个掌握 那我们现在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的不同的布局属性 先从我们用的最多的linal layout来看起 怎么学我们的 所以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先把这一些布局属性 让我们转称